另外土团党将会修改党章 任何叛变的议员都会自动丧失党籍 土团党三名便捷议员就相继表态 对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是一片赤诚 倒戈也是为了选区发展和人民的福祉 他们强调就算真的要带上法庭触发补选 他们也准备好选空议席 把决定权交还到人民的手中 也不会撤回对首相的支持 国盟打吸牛乳儿区国会议员 旺塞夫昨天爆料多次遭到威逼利诱 包括现役170万令吉的选区拨款 要他倒戈支持首相安华 结果在议会厅挑起骂战 早前表态支持首相的两名土团党议员 也就是五级干当区国会议员拿督赛义阿布 以及花旺生区国会议员阿滋滋 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重申 便捷支持政府 纯粹为了选民的福祉 当中不涉及任何利益瓜葛 尽管土团党放话要起诉叛徒 阿滋滋强调无论任何情况都不会撤回对首相的支持 就在赛义阿布和阿滋滋表明立场后 国盟纳敏去国会议员拿督苏海利 接受网媒自由今日大马的访问时 也跟着表态 一旦团团党通过修改党章的动议 他也准备好悬空议席 把决定权交还到选民的手中 都不会撤回来 谢谢大家